有个人死了,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 这时,他看见佛祖手拎一个箱子向他走来。 佛祖说,好了,我们走吧。 男子说,这么快?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 佛祖说,很抱歉,但你的时间到了。 男人问佛,你的这箱子里是什么? 佛祖说,是你的遗物。 男人疑惑地说,我的遗物。 你的意思是我的东西,衣服和钱吗? 佛说,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它们属于地球。 男人又问,是我的记忆吗? 佛祖说,不是,它们属于时间。 男人猜测,是我的天赋。 佛祖回答,不是,它们属于境遇。 男人问,难道是我的朋友和家人? 佛说,不,孩子,它们属于你走过的旅途。 男人追问,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佛说,不,它们属于你的心。 男人说,那么一定是我的躯体。 佛祖,不,你的躯体属于尘埃。 最后,男人肯定地说,那一定是我的灵魂。 佛祖一笑而过,孩子,你完全错了,你的灵魂属于我。 男人眼含泪水,从佛祖手中接过并打开了箱子,里面空空如也。 他泪流满面,心碎地问佛祖,难道我从来没拥有过任何东西吗? 佛祖,是的,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属于你。 死者,那么,什么是我的呢? 佛祖,你活着时候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你的。 诚然,生命仅仅是就是一个瞬间,我们要过好它,热爱它,享受它。 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更是真谛。 百年之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在美丽的语言也无法跟你沟通,因为我们要沉睡,睡很久,很久。 所以,身边的人要相互珍惜,因为每个世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最终还是要互相分离。 不要争执,不要斗气,好好说话,相互理解。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上百度也找不回来。 离开了,互联网也联系不上。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或长或短。 生活,每个人都在继续,或悲或欢。 人生,每个人都在旅途,或起或福。 人无完人,是无完美,有些小人,你不需计较,计较会烦,有些烦事,你不必在意,在意会累。 世界很大,人心很杂,哪能不遇到小人。 红尘很深,人是浮华,哪能没有烦心事。 想得浅一点,活着就该随遇而安。 看得淡一点,头顶就有一片蓝天。 谁都会害怕失去,尤其是批了命的珍惜后,却还是什么都留不住。 感情啊,还是顺其自然吧,无可奈何也好,心态淡然也罢。 唯有时间能说真话,谁是真,谁是假,谁心疼地把你眼泪擦。 人这辈子,有人羡慕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有人看不起你,没关系,他们都是外人,生活就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丢失自己的本性。 自古人生最记满,半贫半父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娶半舍半行善,半龙半哑半糊涂,半智半鱼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苦乐,半俗半缠半随缘。 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 用心数数,我们的生命已经尽半,还有多少日子,够我们浪费,够我们消遣,够我们作俭,够我们感叹,好好地活着,简简单单过好今后的每一天。 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仿佛只是短暂的一瞬。 我们的出生,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收获,以及最终的离去,都在那一瞬间的转瞬即逝中完成了。 人们常说,生命短暂,时间如缩,不禁让人思考,在此生之后,是否还有另一种存在的可能呢? 有人说,人死后就是一片虚无,完全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可能。 但是,也有人相信,人死后会有转世投胎的可能。 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观点更接近真相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在许多文化传统中,都存在一种转世投胎的观念。 比如,在印度教中,人死后会转生成另一个生命形态,而这个生命形态可能会比人的生命更加高贵,也可能会比人的生命更加低贱。 而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传统中,也存在着转世投胎的观念,认为人死后会转生成为另一个生命形态,这个生命形态的高低,取决于这个人前世的业力。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存在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一生。 我们前一生所积累的经验,智慧以及业力,都会随着我们的死亡而延续下去,成为我们下一生的基石。 就像一棵树,每一年的生长都是依赖于它之前所积累的营养和能量,我们的生命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转世投胎,一个永恒不衰的话题,众说纷纭。 有人信奉在死后灵魂会投胎成为另一生命体,有人则认为死了就是终结,没有任何转世。 然而,从佛教、印度教和道教等宗教的角度来看,转世投胎有着广泛认可和深刻建构,轮回转世之说更是深入人心。 在这个过程中,灵魂在神灵主宰下,根据前世的业力和修为,重新投胎成为另一生命体,这个过程极具神秘色彩,也是许多人深信不疑的信仰之路。 然而,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些科学专家则持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是不存在的,人的生命完全由大脑所控制,当大脑死亡,生命也就结束了。 对于任何形式的转世投胎,他们都认为是虚妄的产物,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不安的表现。 无论转世投胎是真是假,每个人都必将面临死亡这一现实。 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不安,更多的是源自于未知事物的猜测。 我们与其想象未知的事物,不如努力活出精彩的每一天。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善之中, 让自己的一生变得更加有意义和有价值,创造自己的精彩人。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转世投胎的存在性。 毕竟这是一种无法被证实的观点,似乎也没有任何科学的论据来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科学不是万能的,人类的认知也不是万能的。 有些事情的真相,也许需要我们的信仰和感知来决定。 无论如何,人死后是否能够转世投胎,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珍惜这一生,努力做到最好,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下一生的命运。 所以,让我们好好地度过每一天,不虚度光阴,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生命的意义。 人死后,灵魂会去哪里? 人在死亡后会投胎吗? 宗教和科学的观点都不同。 一,宗教观点。 一,印度教。 在印度教中,人死后的灵魂会经历轮回转世,即投胎在其他物种中。 这是根据因果律和个体的行为所决定的。 灵魂所承受的痛苦和快乐是由前世的善恶决定的。 只有通过修行和解脱,灵魂才能最终从轮回中解脱。 二,基督教。 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会进入天堂或地狱,根据个体在世上的行为所决定。 善良的人会进入天堂,而邪恶的人将会受到永恒的折磨。 三,佛教。 佛教中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可以转生,但并非投胎在其他物种中。 灵魂的转生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包括个体的行为和思想。 通过修行和觉醒,灵魂可以实现解脱和涅槃。 二,科学观点。 科学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持有怀疑态度, 意味上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灵魂的存在和轮回转世的现象。 一,灵魂的本质。 科学认为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是由大脑神经元活动产生的,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灵魂实体。 人的死亡意味着大脑活动的中止,因此不存在灵魂的投胎说。 二,轮回转世的证据。 科学至今尚无法证明人死后灵魂的去向,也无法证明轮回转世的存在。 尽管有一些关于前世记忆的案例,但这些案例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解释, 比如记忆的遗传或心理因素。 总之,虽然科学暂时无法证明人死后是否会投胎, 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可能性。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与轮回转世和前世记忆有关的神秘现象存在。 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据来揭示真相。 人死后是否会投胎以及灵魂的去向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有着不同的解释和信仰。 科学暂时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和轮回转世的现象,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现象不存在。 或许未来的研究和发现能够给我们带来答案, 现在我们应保持开放和谦逊的态度。 无论结果如何,对于死亡和来世的思考,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和珍惜眼前的每一天。 人死后就一定是终结吗? 人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人死后会去哪里呢? 从古至今一直都传言, 人死后,好人去天堂享福, 坏人去地狱受罪, 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死后的世界。 而且活人也无从得知, 那么人死后有灵魂吗? 人死后真的会去到阴间吗? 下面我们一同走一遭。 一,人死后所走的路。 人死后,会有阴间的不快, 也就是黑白无常把你带到鬼门关, 再由阴间的两位使者, 也就是牛头马面把你带到阴曹地府 接受阴间大法官, 石殿阎罗的审判, 最后决定你是投胎, 还是去天堂, 享福意或者是去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去受苦。 相传人死后过的第一关就是鬼门关, 之后便走上了黄泉路, 两边盛开着彼岸花。 在路的尽头有一条望川河, 望川河上有一座奈何桥, 在桥的对面有一个望香台, 旁边还有一个孟婆亭, 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喝上一碗孟婆递过来的汤, 喝了之后便会忘记一切。 在望川河边还有一块三生石, 记载着每个人的前世, 今生和来世, 最后在望香台上看人间最后一眼, 便进入阴曹地府。 看完了上面的这些介绍, 现在应该知道人死后会去哪里了吧? 没错就是去阴曹地府。 二、转世投胎的必经之路详解。 一、鬼门关, 相传人死后灵魂出窍, 黑白无常就会来带走你的灵魂, 交由牛头马面带至鬼门关, 也就是鬼国的必经之路。 鬼门关前有十六大鬼, 传说阎罗王专门挑选了一批恶鬼来镇山把关, 对每一个到来的亡魂野鬼进行盘查, 不让任何一个蒙混过关。 无论生前是什么身份, 到了这里都是一视同仁, 拥有鬼国通行证, 陆尹才能够通过。 陆尹长三尺, 宽两尺, 是用黄色的软纸印作的, 上书为封都天与阎罗大帝发给陆尹, 和普天下人必备此隐, 方能到地府转世升天。 同时, 陆尹上面盖有阴丝城黄, 封都县府三个印章。 凡是人死后入恋或火化石烧掉它, 就会随灵魂来到地府。 二, 黄泉路, 过了鬼门关, 接下来就是一条长长的黄泉路。 人的魂魄到阴尖报道要走很长一段路, 过很多的关, 因此, 黄泉路可以是对这些关和路程的总称, 也可以单指这条名叫黄泉路的路。 在黄泉路上, 有火红的彼岸花, 远远看上去就像是血所铺成的地毯, 有因其红的似火, 而被誉为火照之路, 也是这长长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与色彩, 人就踏着这花的指引通向幽冥之欲。 人的阳寿到了就会死, 这是正常的死亡, 正常死亡的人首先要过鬼门关, 过了这一关人的魂魄就变成了鬼。 另外, 黄泉路上还有很多孤魂野鬼, 他们是那些阳寿未尽而非正常死亡的, 他们即不能上天, 也不能投胎, 更不能到阴间, 只能在黄泉路上游荡, 等待阳寿到了后才能到阴间报道, 听后阎罗王的发落。 三, 三生石, 奈何桥边有块青石叫三生石, 石身上的字鲜红如血, 最上面刻着四个大字早灯彼岸, 传说他记载着每个人的前世, 今生和来世, 前世的阴, 今生的果, 宿命轮回, 缘起缘灭, 都重重地刻在了三生石上。 千百年来, 他见证了云云众生的苦与乐, 悲与欢, 笑与泪, 该了的债, 该还的情, 三生石钱, 一笔勾销。 四, 望香台。 望香台, 也就是孟婆和石头所在的土高台, 是在桥以前的, 而不是在桥之后。 望香台又称, 思乡岭, 在这里, 可登台眺望杨氏家中情况, 于是这里成了鬼魂遥望杨间的窗口, 和活人与死人联络感情的圣地。 传说人死后, 一天不吃人间饭, 两天救过阴阳界, 三天到达望香台, 望见亲人哭哀哀。 鬼魂去地府报道前, 对阳氏亲人十分挂念, 尽管鬼族严催怒斥, 还是强灯望香台, 最后遥望家乡, 大哭一声, 才死心塌地前往阴曹地府。 正是望香台上鬼仓皇, 望眼睁睁泪两行, 妻儿老小微旧策, 亲朋几几聚灵堂。 望香台被传说这王魂最后一次向阳氏亲人告别的地方。 又传说, 因间望香台建造盛奇, 上宽下窄, 面如弓背, 背如弓弦平裂, 除了一条十几小路外, 其余尽是刀山剑术, 十分险峻。 站在上面, 五大洲, 四大羊都可以望见。 世上有一种要叫龙颜草, 它能使垂死之人不死, 但却不能死人变火。 五, 望川河, 又名三途河, 横在黄泉路和冥府之间, 河水呈血黄色, 里面尽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 虫舌满步, 腥风扑面。 当然, 为了来生再见今生最爱, 你可以不喝孟婆汤, 那便需跳入望川河, 等上千年才能投胎。 千年之中, 或会看到桥上走过今生最爱的人, 但是言语不能相通, 你看得他, 他看不得你。 千年之中, 你看得他一遍又一遍地走过奈河桥, 喝过一碗又一碗孟婆汤, 虽盼他不喝孟婆汤, 却怕他受不得望川河中的千年煎熬之苦。 千年之后, 若你心念不减, 还能记得前生事, 便可重入人间, 寻找前生最爱的人。 六, 孟婆汤。 孟婆汤又称望情水或望悠散, 一喝便望前世今生。 孟婆一般在奈河桥头发放孟婆汤, 而不是桥上给人发汤的。 每个人都要走过奈河桥, 孟婆都要问是否喝碗孟婆汤, 要过奈河桥, 就要喝孟婆汤, 不喝孟婆汤, 就过不得奈河桥, 过不得奈河桥, 就不得投生转世。 一生爱恨情仇, 一世浮沉得失, 都随这碗孟婆汤 遗忘得干干净净。 今生牵挂之人, 痛恨之人, 来生都形同陌路, 相见不识。 阳间的每个人在这里 都有自己的一支碗, 碗里的孟婆汤, 其实就是活着的人 一生所流的泪, 因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 都会落泪, 或喜, 或悲, 或痛, 或恨, 或愁, 或爱。 孟婆将他们 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 煎熬成汤, 在他们离开人间, 走上奈河桥头的时候, 让他们喝下去, 忘却活着时的爱恨情仇, 干干净净, 重新进入六道, 或为先, 或为人, 或为处。 七, 奈河桥, 关于此桥, 存在两种流行的说法, 一种叫做奈河桥, 另一种叫做奈河桥, 过奈河桥头, 一去不回头, 桥分三层, 上层红, 中层玄黄, 最下层乃黑色, 欲下层欲窄欲加凶险无比, 生食行善事地走上层, 善恶兼伴的人走中层, 行恶的人就走下层。 河里面尽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 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 总是在桥梁上下或左右桥头, 为自己寻找替身者, 以便使自己能够脱生而转世。 走下层的人就会被鬼魂拦住, 脱入污浊的波涛之中, 为铜蛇铁狗咬事, 受尽折磨不得解脱。 过完奈何桥便可通往六个去处, 即是进入六道轮回, 天人道, 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也叫旁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其中, 天人, 阿修罗, 人道属于上三道, 而畜生, 恶鬼, 地狱则属于下三道。 至于去哪个道, 是根据亡灵生前所做善恶的业绩来分门别类。 善业多的往往会被分配到上三道, 恶业多的往往被分配到下三道。 这里要注意的是, 人死后取阴间的过程并不通用于所有人, 因佛教中修行之人, 如果功德圆满的, 命中后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 直接蒙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 而作恶多端的大恶之人, 可能也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 因业力牵引往往会直接被打入地狱。 人生短短不过三万天, 希望看到的朋友, 珍惜生命的时光, 爱所爱的人, 做该做的事。 来生又是一片清白, 今生切莫留下遗憾。 是一片清白。 真 DAY 再次召唤小火 取扱阳 取扱阳 可以 抽 是一片清白